欢迎大家回到周一概论的课堂当中 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个课程讲述 那么当然了除了这八张图表以外的话 还有一个叫挂变图 但是因为那个图本身比较复杂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列了 那么正是这九张图构成了所谓图书之学的这样一种核心 好了 那么构成图书之学的核心的九张图 当然最为核心的显然就是所谓的核图和洛书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看看这个核图和洛书它究竟是怎么来的 那我们说核图 它实际上是取自于细词当中的这样一个说法 大家可以看 在细词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它说天一第二天三第四天五第六天七第八天九第十 天数五地数五 天数有五个一三五七九 地数有五个二四六八十 五位相得而各有何 这十个数相互对应 天数二十有五 一三五七九相加等于二十五 地数三十 二四六八十相加等于三十 反正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一到十相加等于五十五 所以他认为这个数字的这个变化 是象征了天地运行的这样一个规律 所以我们中国古人把这个一到十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规范性的天地之数 那么好了 从细词当中的天地之数到核图洛书当中的这样一个 特别是核图当中的这样一个一到十的这个对应变化是怎么实现的 那么下面我们通过梳理历史的点击 我们来看他这个对应是如何一步一步实现 首先我们来看在汉书当中 那么他的第一步对应是将我们的数字与五行去进行了对应 也就是说在细词当中 我们说这时候并没有五行的什么事情 那么到了这个汉书当中 那么这个时期我们就开始了用数字和五行进行对应了 说天以一生水 地以二生火 天以三生木 地以四生金 天以五生土 好了 一和水这个时候就对应在一起了 那么这是汉书当中的记录 在西汉的另外一部作品 一尾当中 那么天本一而立 一为数元 地配升六 你看这个时候就把六和一联系在一起了 成天地之数 合而成性 同样的天三 第八 天七 第二 天五 第十 天九 第四 好了 那么显然我们这个时候 这十个天地之数 在他的这个介绍之下 就被配比成为了那么五组 分别是一和六 三和八 二和七 五和十 四和九 然后在一尾当中 又将这个和五行对应起来 当然这个和五行对应起来就和这个一样一致了 就是一和六对应水 二和七对应火 三和八对应木 四和九对应金 五和十对应土 五和十对应土 所以大家看 这个过程当中 先第一步 是五行 和一个数字相对应 然后是五行和两个数字相对应 然后是两个与五行 所以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对应过程的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 然后呢 在一尾当中 他还把我们的人意理智信和五行对应在一起 这个地方我们多插一句的给大家介绍 就是所谓的五行 五轮 这些观念 实际上在我们中国古代都是契合在一起的 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五行 并不单指自然界的五行 它也可以指的是人轮观念上的五行 所以在有的书当中 这个五行有的时候 它指向的是金木水火土 也有的时候 它指向的是人意理智信 你比方寻子当中 寻子曾经批判孟子和子思这个学派 思梦学派 说思梦学派到处喜欢跟人讲五行的事情 显然他这个地方 所谓的五行 就不是指的金木水火土 因为金木水火土的先秦是阴阳家家的事情 像孟子书当中 通骗你找不到关于金木水火土的问题 那他讲的五行是什么 他讲的五行就是所谓的人意理智信 那么这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这个问题 那么那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了 那么还与人意五之性沿袭 这时候一个数字和五行通过一尾就过渡成了两个数字和五行 到了两个数字和五行 然后大家看 那么根据张慧言整理的正玄的作品 正玄这个时期到了东汉末年 刚才那两部作品是西汉的 大家注意 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非常明确了 大家看啊 天一 升水 于北 那么好了 显然按照我们刚才的介绍 这个时候 一六 这是一组数字 北 这是一个方位 水 这是一个五行 也就是说这时期 数字 五行 方位 或者叫方向 啊 那么 这三者 已经串联在一起了 一是数字 水是五行 北是方位 啊 同样的 六 水 北 三个 啊 也是数字 五行 方位 啊 好了 如果你按照这样的一个体系 我们把 一六 二七 三八 四九 五和十 放在一个平面图当中 然后一和六对应北 二和七对应南 三和八对应东 四和九对应西 五和十 大家看 五 十 来对应中 啊 你把这个画 变成这样一张图画出来的话 啊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和图 啊 就是所谓的和图 这个和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个和图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啊 那么这是需要大家特别来注意的啊 也就是和图的这样一个形成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所谓的落书啊 那么落书的形成是这样的啊 刚才我们说了 他无论哪个方向 在直线上三个数字相加 都等于十五啊 所以横方向这三排啊 那么竖方向这三排啊 以及斜方向这两个斜方向啊 都等于十五 所以周一本意当中在建设的时候 他说什么 取诸于龟向 说是根据乌龟的这个向来的 啊 他有一个口诀 大家可以记一下 他叫载九立一 左三右七 二四为肩 六八为足 啊 说头顶着九 脚踩着一 左边是三 右边是七 二和四在肩膀的位置上 六和八在脚的位置上 啊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洛书向 这个洛书向 因为他每个方向都合于十五啊 所以在古代啊 也有的被用于军事学啊 认为这是排兵布阵的这样一个方略啊 就是这样排兵布阵的话 你使得什么 使得每一个方向上的这个兵力配置都是相平衡的 人家无论从哪个方向来打你 所遇到的抵抗啊 都是一致的啊 那我们说这是这个军事学啊 那个应用了啊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啊 那么这个洛书是不是像和图一样 也是有他的一些文字原流呢 啊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啊 那么在一尾当中啊 他有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一一阴一阳和之为十五之为道啊 阳辩七之九八辩一阴八之六 一和于十五啊 那么这句话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在最早的时候我们说周易当中有一句话 在细词当中啊 说一阴一阳之为道啊 但是周易的这个一阴一阳 他指的是一个广义上的阴阳 是一个概念上的阴阳啊 就说世间万物都是由阴和阳 就是不同因素所组成的 所以这实际上代表了周易对世界的一种理解 就认为世界的每一个事物 它是用不同因素多重范畴来构成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能机械的简单的 用一种事业去审视这个世间万物 因为你对任何事物的理解 如果从一个方向入手 那么往往证明你认识事物是不全面的 因为任何事物它都是一个复杂体 它都是由两个以上的因素所构成的 所以我们要想全面正确的认识世界 必须学会一分为二来看待这个世界 这实际上代表了周易的一种哲学思想和哲学理念 但是到了义伟这个地方 他把这个一阴一阳之为道 中间加了一句话 他说合而为十五 那这个地方的阴阳它就变了 这个十五首先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试法的时候 曾经提到了 在这个大眼试法当中 它有九 六 八 七 这样的四个式数 用这四个式数来象征你得到的 大眼试法当中的一个谣位 这一个谣 如果是老阳谣就对应是九 如果是老阴谣就对应是六 如果是少阳谣就对应是七 如果是少阴谣就对应是八 所以这个我们说九 六 七 八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 对应的是你的谣位当中的谣数 它合而为十五 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大家看 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加法 老阴和老阳相加 九 六相加等于十五 少阴和少阳相加 八 七相加等于十五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说 它实际上这个十五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阴阳谣化的含义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说 意味当中对于这个的阴和阳的理解 就不再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这样一个 不同因素的概念了 而是指的什么 而是指的具体谣相的概念 就是在谣相当中 我们有老阴谣有少阴谣 有老阳谣有上阳谣 然后按照我们之前对大家的介绍 这个周一当中的这个符号体系 它来象征万物 好了 那么一阴一阳 就构成了这个象征万物的这样一种法则 所以这个地方它指的是阴阳谣化构成了象征万物的法则 和周一当中不同因素构成了万物之间的这种法则 是截然不同的 那么这是需要大家在哲学上去认真思考的 两者概念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说这个地方 它就为这个十五这个数字的特殊性做了一个诠释 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合于十五 它是有其根据的 然后他说太一取其数以形九宫四正四为 结合于十五 好了 要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就要用太一的变化来对应一到九这个数字 使其不于九宫当中 然后合于十五 好我们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